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7月31日 星期三 這節跟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熱話資訊 先討論天文台的最新天氣預測 說酷熱天氣又殺到 跟各位了解一下最新的預測 另變相天口慶說蛇蟲鼠藝甚麼都有 最近網上熱話說到有些巨型老鼠闖進公屋的單位 情況如何 邊區最嚴重 跟各位了解一下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熱話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月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再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最新報道 華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廣闊低壓槽 在一兩日內就會減弱 天文台就說下周初是酷熱 報導內問題到 未來九天天氣方面 天文台再修訂下周初的天氣 由日前7月29日預測 一連四日酷熱 又再調整前日7月28日預測 維持到下周日日 即是8月4、8月5日 兩日最高氣溫是34度的酷熱天氣 隨後兩日即是8月6至8月8日 大致天情 最高氣溫是33度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各位網友多加留意 未來幾天的趙雨過後 下周日開始酷熱 連日來天文台不斷修訂預測 由一連四日酷熱 又調整變成兩日酷熱 不過估計到時又會變 未來整個星期都相當酷熱 各位老友機老人家 記得多加飲水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另外亦提及這宗熱話 天口慶甚麼蛇蟲鼠藝都有 根據網媒港生活的報導 巨型老鼠闖進屋內 是否公屋的鼠患問題 據報兩星期已有三隻老鼠入屋 事主求助不果 報導內文提到 近日7月26日 有寶林村 即將軍澳的市民透過一些地區群組發貼文 說在家經見一隻老鼠闖入廚房 嚇到他花蓉失色 並拍下一段直擊的影片 從片中可見 那隻老鼠跳上洗手盆旁邊的位置 而此站在一塊老鼠板上 靜止直視視主的鏡頭方向 但表情、氣勢都相當 之後稍稍移動 視主在片中被嚇到不斷大叫 又坦然很恐怖 就說 兒子只有兩歲多在家 真的很害怕被他咬到 視主就說 之前已經曾經多次就住屋村的鼠患問題 向保安管理處求助 就說因為我那天在街上看到有老鼠入過水渠 跟保安員說 這兩個星期都看到有三隻老鼠爬過入我家屋 不過對方就說沒辦法 同時保安又說 知道周圍很多老鼠 不過相關部門 半年才會來滅屬一次 暫時都不會再來多次 說保安員叫他 不要跟他說 無奈子我都不知道可以跟誰說 即是保安員自己都不知道 可以向哪裡反應 不少人對視主的情況深表同情 同時引來部分街坊關主 有人說 寶林真的很多老鼠 小時候看到商場地下多 近年連流上經常看到有老鼠的情況 以上來自網媒港生活的報導 相關記者已經聯繫了屋邨法團 據報寶林村應該是租者志祺屋計劃 不過近日的鼠話問題 的確是網絡熱話之一 問各位網友 各區的情況又如何 跟天氣有沒有關係 還有衛生環境 近年是否差了很多 導致鼠話問題 好像比往年更嚴重 另外也提及本地消息 根據HK11的報導 沙田有一個是督拐掌的老婦人 在車內車往當中打斜行 結果遭到的士撞傷了 倒地不起 報導的內文提到 沙田日前7月29日發生驚險車禍 有一輛的士駛自銀城街 與這個插軌江街十字路口的時間 撞到一名過路的婦人 她的臉腳受傷 幸好仍然清醒 由救護車送往沙田 威爾斯親王醫院 自利吉 按發一刻的車鏡片段曝光 看到當時天雨露滑 屠人已經紛紛跑過馬路 有一個持拐掌的老婦人 就從十字路口打斜橫過馬路 當時銀城街都已經車來車往 而且不斷有車左轉進去插軌江街 她在布里蘭山 逃至黃色行人輔助線的時間 一度停下 再急步加速 最終仍然被一輛左轉的的士撞到 當場倒地不起 屠人紛紛上前看 目擊者驚呼 就說撞下了老婆 為何會衝出來 那是紅綠燈 以上來自HK第一的報導 這位老婦人當時在一個位置打斜橫 的士撞到她 屠人驚呼 結果報警 幸好她清醒送丸 未知當時的情況 希望傷者盡快好 事件了解當中 另外也講講這宗熱話 根據AM730的報導 話說網上熱話 有個港女就找免費的攝影加上化妝師 說去迪士尼取景 但有一件事不包 網友嘲笑她 貼錢做義工 這樣說 報導機內內 我提到 一位港女近日在社交平台 開宗名義 說自己是想招互助互惠的攝影師和化妝師 主要是幫她和男朋友拍一輯 甜不甜蜜蜜的照片 她以自己的戀愛經歷作賣點 說和男朋友在大學的時間認識 至今已經拍拖9年半 更加會在今年12月正式拉上天窗 事主坦然早已拍了這個pre-wedding 但一直很想 去到他們兒時夢幻的地方 迪士尼去拍一輯照 所以打算發鐵文求助 迪士尼的一張門券也不便宜 事主想找免費和化妝師 免費去拍攝和化妝 都還可以理解 不過說明 是表明到連門券也不會包 就說我們只有兩張兩日樂園的門券 所以今次的拍攝 是不包括攝影師和化妝師的門券 另外 事主亦相當貼心 幫化妝師想起化妝場地 就說我們可以在迪士尼酒店住一晚 所以化妝的人可以在酒店裏 更加在貼文中表示 希望有機會和你們合作 一起拍美照 有一個難忘的回憶 事主的如意算盤也算得盡 希望零成本在迪士尼拍到一輯美照 此舉引來大批網友的不滿 有網友狠批這個事主 即是大腫黑衣 也說2024年還有這種人 亦說香港人不意外 亦說最基本是你究竟有多少知名度 亦有網友形容事主並非找尋 互助互惠 而是在想怎樣找義工 就說 比義工更加不如 連那張門券都不包 要義工給錢 以上來自AM730的報導 到近日的網絡熱話之一 這位港女就說想和她的未來老公 在迪士尼拍攝美照 如果你想拍照 沒有壞 就給錢請攝影師和化妝師 誰知就想著免費 希望有免費的攝影師和免費的化妝師 甚至說得明 明明那個背景在迪士尼 你已經叫人免費了 是不是應該要包一張門券 不包 那就要攝影師和化妝師自己買票 自己買票特意進去迪士尼 幫你和你的未來老公 拍那輯免費的照片 厲害 更慘過做義工 相關熱話在網上廣傳 大批網友炮軍有港女自私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樣看這則熱話 不妨留個言聊天 另外亦都說過這宗消息 根據AM730的報導 馬鞍山女子代流格 幸好鄰居發現 清醒送院 報導幾內民提到 馬鞍山在昨天7月30日傍晚6時11分 發生懷疑高處墮下事件 一名女子被發現 倒臥於馬鞍山大水坑村 一個村屋對開的位置 她仍然清醒 驚動鄰居報警 警方接報到場 發現傷者仍然清醒 將她送往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治理 據了解 45歲性脈的傷者有情緒病記錄 警方相信事主是由村屋的天台墮下 現場沒有檢獲遺書 案件列作企圖自殺 處理 以上來自AM730的報導 相關女子清醒送院 希望她沒有大愛 暫時未知道她墮樓的原因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我們下節的觀看 hua